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崩溃了 聊天框里满满的 还有很多他们互发的裸照和小视频 我的小舅子郭姜总是跟我要钱 前不久才给了他三万 昨天又来医院找到我 张口又要五万 说快过年了 要置办年货 但是我知道他家的年货哪里需要他置办 准是又拿去吃喝玩乐 再加上我手上没那么多现金 就先拒绝了他 他当时骂骂咧咧地走了 回到家后 老婆郭霜本来冷若冰霜的脸 更加冰冷 我想应该是郭姜又向他告状了 所以我今天连忙去银行 取了现金给他送去 因为我不想郭霜不开心 他要是不开心 我也高兴不起来 可刚走到郭姜家门口 只见他家大门虚眼 我听到里面有喝酒喧闹的声音 应该是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又来了 我准备把钱给他后就走 却听见他醉醺醺 得意地说 我跟你们说 我姐夫是个窝囊废 替别人养儿子不说 还不断给对方送钱 你们知道我外甥他亲爸是谁吗 我姐夫为了照顾他生意 还经常从他手里进医疗设备 而且每次过年我姐夫还会邀请他到家里吃饭 这个傻叉没想到他的老婆孩子和钱都是别人的 哈哈 他的兄弟都哄笑起来 我去 这么刺激 你姐夫真绿呀 你怎么连你姐夫的隐私也敢说啊 不怕我们说出去 就是啊 想想我们萧大院长的头上绿油油 我就忍不住想告诉全世界啊 郭江吃笑一声 我怕什么 他那么爱我姐 恋爱脑晚期 蠢得不行 我昨天跟他要五万 他都不给我 不然我今天哪里会在家里请你们喝酒 早就带你们去酒吧了 里面还在哄笑一团 而站在门口的我却如遭雷击 浑身都被点了穴一样 动不了 血液开始倒流 一寸寸的凝固起来 我紧紧抓着手里的五万块 浑身开始颤抖 头皮发麻 他在说什么 郭霜出轨了 儿子不是我的 那个男人还是杨慧敏是吗 只因为我不借钱给他 他就这样在背后疯传我的隐私是吗 我没有进去 抓着钱落荒而逃 一路狂奔 钻进自己的车子后 我才找到一点自己的意识 我按住狂跳的心脏 不断深呼吸 逼自己冷静下来 可是郭姜的话不断在我耳边回响 我现在看到什么都是绿的 正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到上面写着宝贝 这是郭霜打来的电话 可是宝贝这两个字怎么那么刺眼啊 我揣着手接了起来 手机那头传来郭霜冷冰冰的声音 那五万块给我弟送去了吗 他说还没有收到 语气是多么的理所当然 如果在今天之前 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甚至认为我的钱就是老婆的钱 他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 可是现在老婆孩子小舅子 都可能跟我没关系了 他怎么还那么理所当然啊 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 这是不是真的 我决定不能打草惊蛇 我要先冷静下来 我故意找了个借口 本来是要给他送去的 但是辉敏说他急需要用钱 让我把货款先结给他 我就给他了 我这也算是故意试探 果然 提到杨辉敏要用钱 郭霜口气软了下来 并没有再责怪我 行 那明天再去五万丢我弟吧 我随口敷衍了一下 就挂了电话 随后我的心又一寸寸冷下来了 如果没有听到郭姜的话 他今天这样我都不会多想 毕竟我和郭霜 还有杨辉敏是同学 除了一直有联系 双方结婚生子都有来往 杨辉敏是做医疗器械的 而我家有个私立医院 我的大部分医疗设备 都在他那边进货的 可以说他公司的大部分设备 都是我的医院消化的 他为了感谢我 过年都会给我们家送大礼 然后在我家吃年夜饭 可是我没想到 他送我最大的礼 竟是一个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 虽然感情上我已经相信了郭姜的话 但是仅存的一丝理智让我凡事 要讲证据 也许这也是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安慰的借口 我立马去车回家 到家后发现 郭霜已经带着两岁多的儿子 萧宇睡着了 看着熟睡的母子俩 我的心脏感觉被刺了一下 最后还是狠狠心 扯了他几根头发 他痛得轻哼了一声 然后翻个身继续睡了 等我装好后 又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间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 我先把他的头发放到了车里 然后启动车子赶往了本市的亲子鉴定中心 这么晚了 鉴定中心肯定是关门的 我便在车里睡了一晚 等第二天一早 中心开门后 我第一时间冲了进去 工作人员都被我吓了一跳 但看到我急切的样子 他们心下了然 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说了一句 先生 再急也需要耐心等待 虽然我们知道 来的顾客 十之八九都是哭着走的 但是也没办法 他这么一说 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似乎我已经知道了结果 只不过是在垂死挣扎一次 等交了材料 我才拿出手机 可是我发现 手机干干净净 什么消息都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夜不归宿 哪怕之前有应酬我都没有过 可是郭霜却问都不问一句 因为儿子平时起得早 他肯定也是起来了 不会没有发现我没回家 所以他是不在乎 我是否在外过夜 郭霜是我们的校花 也是男人世界里的高领之花 大家都想摘 可是都摘不下来 当时只有杨和他比较般配 大家都在开他们玩笑 可是两个当事人 谁也没有表态 也没有在一起 反而是互相看不顺眼的那种 大家在猜测 是因为杨辉敏家境不好 是农村出来的 郭霜家里看不上 所以才没在一起 在后来毕业了 大家各奔东西 杨开始做医疗器械的业务 而我继承了我家的医院 郭霜找了分文员的工作 彼时我已经是院长 刚好我和郭霜有个项目有交集 我就是这追他 花了很长时间和金钱 才终于抱得美人归 我把他安排到我们医院 做财务和采购器械这一块 第二年生下了儿子萧宇 难道 就是郭霜在采购器械的时候 和杨辉敏搭上的 我去了医院 没回家 路过财务室的时候 发现郭霜已经在里面了 看到我的那一刻 他有点意外 然后边收拾桌子随口问了一句 今天什么时候给我弟送钱 如果你没空 我来送吧 我心中的怒火莫名地窜了起来 我没有像平时一样 故意压制自己的怒气 我昨晚一整夜没回来 你都不问一下吗 他被我吓了一跳 眼神带着不满 语气也不好 你都当爸的人了 还需要我来管你吗 你自己有脚 爱去哪去啊 我被他一噎 暂时没说话 突然看到他在利落的管理账本 我心里突然冒起一个念头 钱都在他管 我的钱还好吗 我试探性问他 最近保姆说 萧宇总是哭 又缠着你 你要不就在家里全心全意待他 他的手一顿 猛然抬起头不解地问我 萧亮 你什么意思 嫌我管账管得不好吗 看他如此紧张的样子 我一下愣住了 突然想到 确实是我急切了一点 毕竟亲子报告都还没出来 我只好否认 不是 明天就是除夕了 我是怕你太累 又怕儿子受委屈 郭霜脸色这才好一点 又继续整理桌子 心不在焉地说了句 我比你还心疼他 可是自己家的财物 我不放心给别人做 家里有保姆 明天除夕也不怕 听起来是在为我着想 但何尝不是他怕放手 怕我去查账呢 我决定耐心再等待几天 先不轻举妄动 因为除了他 在我医院管账 跟他结婚后 我又买了两套房和两辆车 都有加他的名字 又属于婚后财产 如果我就这样跟他闹开了 他势必还要分走我的钱 如果萧宇不是我亲生的 我必须拿到证据 让他净身出户 而不是我人才两空 还被嘲笑指点过一生 医院全年无休 但我每年的除夕到年初五 也一定会在家 往年我都是早早地 就给杨辉民打电话 让他来家里过年 但这次我故意不打 就在家里泡着茶 郭霜一早就开始忙 不是忙家务 而是打扮 他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 还画了一个精致的妆容 这件衣服 还是我给他买的 平时让他穿 他都不穿 他涂完口红 脸都不抬就问我 你给杨辉民打电话了吗 我故作不解地问 大过年的给他打电话做什么 他也要陪他老婆孩子过年啊 郭霜脸色立马垮了下来 什么意思 之前每年都要请他来吃饭 今年不请了 这样不好吧 这是着急了 我还是坚持 之前没考虑到他老婆 每次都是他一个人过来 他老婆孩子怎么办 没错 我现在越想越离谱 哪个有家的男人 大过年的 自己一个人跑去别家过年啊 如果有 那一定是有什么东西 值得他这么去做 郭霜脸色忽变 站起身看向我 那你可以让他老婆孩子一起来啊 我不为所动 正在这时候 杨辉敏的电话却打来了 我忍下愤怒揭起 他还没说话就先笑 萧大院长 在下先祝您 欢欢喜喜过大年 万事如意 他不愧是做销售的 嘴巴甜得溺死人 今天有点忙 正想给你打电话 叫你来我家吃饭呢 我皮笑若不笑 还观察了一下 郭霜的反应 果然 他的脸色 马上多云转情了 杨辉敏来的时候 提了很多礼品 除了礼包 还给郭霜带了一套奢侈护肤品 萧宇的玩具大礼盒 郭霜言笑艳艳结果 萧宇也兴高采烈 唯独我像个局外人似的 看着他们 保姆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我们还喝了酒 饭桌上杨辉敏和郭霜 好多次的眼神碰撞 都拉了丝 我故意假装丢了筷子 弯下腰去捡 他们正满脸爱意 看着对方 都压根没发现 我已经钻进桌底了 我刚钻进去 就看见他们的手在拉着 郭霜的高跟鞋都脱掉了 一双狱卒缠在 杨辉敏的小腿上 我刚刚喝下去的酒 差点吐了 这对渣男烂女 亏我之前把郭霜 当宝贝时的供着 还把杨辉敏当好朋友处着 结果两人合伙 给我戴这么个帽子 还让我养他们的儿子 怒一翻天 我差点掀了桌子 但李智却让我拿出手机 赶紧拍下了 他们的这一幕 吃完饭以后 我找了一个借口说 有紧急工作 就钻进了书房 临前还让郭霜送杨辉敏 听到关门声以后 我故意开着书房灯 而我已经跑到 没有灯光的阳台上 这里的视野最好 能看见我们房子两侧的小巷 我现在真的体会到了 人在抓另一半出轨的时候 都会化身福尔摩斯 智商都非常高 只见他们刚踏出大门 杨辉敏立马把郭霜 拉到右边小巷里 在郭霜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马上亲了上去 郭霜积极回应 两人在暗黄的灯光下吻得如痴如醉 就像是末日要来临时那般 不舍得分开 站在阳台上的我 手握双全 指甲盖都嵌入了手心 可我不觉得痛 只觉得异常的耻辱和愤怒 他们耳边撕磨了半个多小时 而我也看了半个多小时 郭霜上来的时候 脸色潮红 嘴唇也是肿肿的 晚上我故意想跟他亲热 他果然推开了我 说今天很累 以往他都是各种找借口拒绝我 我都可以理解 那是因为我没想到 他会出轨 竟不知他的身心 早已经被杨辉敏占领了 我躺在他身边 一直睡不着 等他睡熟了以后 我轻轻拿过他的手机 解了锁 我们的密码对方都知道 为了表示信任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手机 我躲在被窝里 仔细查看他的微信 找到了他和杨辉敏的聊天记录 都没删 而且聊的都是工作上的事 连一句暧昧的话都没有 我不信 儿子都生了 怎么可能不留下痕迹 他通讯录的人也不多 都大致看了一下 没什么异常 我只好再试试最后一个方法 那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小号 我在设置里点切换账号 果然有一个 估计每天都登录 无需密码直接就切换成功了 这个号的通讯录 只有杨辉敏一个人 我颤着手点开 往上翻 却发现怎么翻也翻不到头 越翻我心越凉 翻到我浑身都颤抖起来 这里面不但有他们露骨暧昧的聊天记录 还有两人的私密照片 甚至还有好多小视频 里面主角就是他们两个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看完的 我难以想象 冷冰冰冰的锅霜怎么在杨辉敏怀里 就那么妩媚多情 那个样子我从来没见过 这个问题我也从他们聊天记录里找到了答案 原来当初他们并不是不喜欢对方 真的是因为杨辉敏是农村的 会嫁给我 也是因为我家有钱 他一直吐槽我 多么不好看 身材也不好 每次跟我亲热 他都觉得很恶心 都是闭着眼睛 想着杨辉敏才勉强配合我的 他们甚至不是去酒店开房 而是两人出资合伙 买了一套小公寓 作为两个人的爱潮 郭霜用的是他的私房钱 钱不够 还挪了医院三十万 而杨辉敏手里的钱 也基本是我结的货款 原来两人都拿着我的钱买房恩爱 他们每次去的时候都是上班时间 毕竟都是有家庭的 晚上没法轻易见面 我努力忍住恶心 拿出自己的手机 都一一拍照存了起来 愤怒和绝望让我无法入睡 我在阳台抽了一晚上的烟 脑海里都是他们的聊天记录 和那些视频照片 天知道 我花了多少力气 才没有把锅商山行 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也没有冲出去 找杨辉敏痛点他一顿 打他们一顿很简单 可我不想只打他们 那样太便宜他们了 我必须让他们付出十倍的代价 不然我这辈子都无法释怀 因为过年 鉴定中心也休息了 短时间内我拿不到报告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其实我还是抱有一次希望 希望儿子是我的 年初二我陪郭霜回娘家 小舅子郭姜也在 见到我的那一刻 她的表情特别别扭 想巴结我吧 想到那五万块没给她 不想理我吧 以后还想薅住我吸血 我没有理会她的别扭 现在我只想知道 郭霜父母到底知不知道这个事 我突然看到 他们家添置了好几台新电器 岳父在和我泡茶 郭霜和岳母在厨房 郭姜陪着萧宇玩 我看了一眼那台新电视 假装不惊心地问 爸家里买了好几台新电器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好转钱给你 岳父喝了一口茶 得意洋洋地说道 这是辉敏那小子买的 说是孝敬我们的 别急 到时候郭姜结婚 还指望着你帮忙买房呢 又是杨辉敏 还想着我帮小舅子买房 这算盘都倒我脸上来了 要是以前 我肯定愿意帮忙一点 但现在有多远滚多远 那是我应该做的 到时候我可以出大头 挥泥也确实挺好的 还说要认萧宇做干儿子呢 我举双手赞成 反正好多人说他们两个还挺像的 我先压下心里的怒火 给他们画了一个大饼 说往我喝了一口茶 我用余光观察岳父和郭姜 他们听到我的话以后 脸色糊得变了 郭姜早就知道内情 看来我这岳父岳母应该也是知道的 所以才那么理所当然地 接受杨辉敏的嗜好 知道答案后 我心里凉得难受 原来我蠢了这么久 被他们都蒙在了鼓里 一顿饭 我吃得胃同嚼辣 因为我跟他们承诺 会给郭姜买房 他们都吃得非常开心 但是我真的会给他买吗 怎么可能 在等报告的时间里 我怎么看郭霜都觉得很恶心 以前她就是我的女神 可是我的女神却在别人怀里绽放了 我也不再碰她 而是开始注意锻炼 相貌我无法改变 但好身材还是可以试一试的 我不想她说过的那句话 陪伴我整辈子 她开始有点意外 但也只是吃笑一句 别折腾了 反正你胖瘦都一样 我没有理会 我现在需要运动 来消化我内心的愤怒 煎熬过了十天左右 鉴定中心终于开始营业了 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立马去车过去 报告拿到手的那一刻 我连忙躲到一个无人的角落 闭着眼深呼吸了几分钟才看结果 纵然有心理准备 可是看到萧宇不是我儿子的那一刻 我还是崩溃了 如果这时候有人路过 一定会看到一个大男人 蹲在角落里痛哭流涕 谁说男人有泪不清谈 你让他养别人儿子试试 等发泄完了 我站起身 开车回到了医院 我决定先保住钱 把锅霜弄走 让人事部立马招聘一个财务和采购 采购要难的 财务不管哪里来的 只要能明天来上班 工资开高一点都行 人事速度很快 下午就让人来面试了 说是认识的朋友 是个小女生 刚大学毕业 在家带业 小女生叫王沛鱼 模样清秀 看起来干干净净的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她能马上上岗 等我把王沛鱼带到财务室的时候 锅霜有点莫名其妙 销亮 你带个小姑娘来干什么 我笑了笑说 我再三考虑 还是觉得 你在家安心带 小雨比较好 今天刚巧朋友介绍小王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交接一下吧 锅霜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直接拒绝 不需要别人来替我 我自己就行 你不相信我 再相信你 我都要倾家荡产了 我也不让步 人家小王人都来了 拒绝的话 我对不起朋友 你就在家好好休息 以后赚的钱 我都上交好不好 听到我这样承诺 她的脸色终于又好了一点 毕竟我的工资和医院的利润 一年大几百万 比财务诱惑大多了 她考虑了几分钟 才终于妥协 那行 我就回家相夫轿子吧 把锅霜弄离医院 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 我让王沛宇好好查查账 把这三年锅霜 做的全部查一遍 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我就先面试采购 采购是个男的 叫刘伟 有好几年的医疗设备 采购经验 经过面试我就录用了她 我不知道 郭霜有没有跟杨辉敏通过气 第二天她来医院的时候 看到财物和采购都换了人 有点猛 特别是采购是个男的 她的锅霜不见了 她当即脸色微变 还故意试探我 销量你可以啊 怎么招个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做财物啊 锅霜呢 我笑了笑 我让她回家休息养身子去了 想被孕生二胎 刚刚她脸色微变 但现在可是大变色了 看来我这个胡编乱造的借口 骗到了她 她意识到自己反应点大 连忙喝茶掩饰 然后就找借口走了 看着她的身影 我陷入沉思 晚上回到家 我发现郭霜脸色不太好 双眼红肿 我故意问她怎么了 她说看了一部电影太感动 看哭了 应该是和杨辉敏吵架了吧 晚上等她睡着后 我又拿她手机切换小号 果然下午的时候 两人吵架了 杨辉敏质问她 为什么要跟我生二胎 郭霜一脸懵地否认 但是杨辉敏不相信 一直在发火 还大放厥词 郭霜 你只能是我的 你只能给我一个人生孩子 你听到没 我不允许你给销量生 郭霜连忙答应 我知道 我知道 她说以后会把她的钱 全部上交 我才同意回归家里的 以后等她的钱给我了 我立马分一半给你 别生气 亲爱的 看完他们聊天记录以后 我差点把隔夜饭都吐出来了 什么电工电婆呀 既然这么相爱 我就成全你们好了 第二天 我约了杨辉敏的老婆 关丽丽出来 他们有个女儿 比萧宇大一岁 当时还在我们医院生的 我不但给他们安排 最好的接生团队 而且费用 也给他们减免了不少 现在看来 又是喂了狗 关丽丽比杨辉敏大 颧骨有点高 显得又老又凶 跟郭霜比起来 任凭每个男人 都会选择郭霜 她不知道 我约她出来做什么 毕竟我们两家 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往来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她单独见面 我没有绕 直接开门见山 如果我说杨辉敏出轨了 你信吗 关丽丽听了后 脸色刷得没了血色 进而又吃笑一声 我信 因为她已经出轨成性了 如果不是考虑到我娘家 她估计早就跟我离婚了 我很意外 你居然知道她出轨很多次了 她惨白一笑 还没结婚就出轨过了 但当时她信誓旦旦 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 说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才结的婚 那时的我 就是太爱她了 舍不得放手 她的创业资金是我家出的 我有两个哥哥 一个有钱 一个有点自己的势力 所以她哪怕一直出轨 也不敢跟我离婚 又是一个恋爱脑 跟当初的我一样蠢 我都有点生气了 那如果这次 她出轨的是郭霜 还生了一个儿子呢 她惊得站了起来 连带着椅子都撞开了 不可置信地说 她怎么敢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她看了看四周连忙坐下 浑身有点发抖 我自嘲地笑了笑 是啊 她怎么敢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搞在一起 应该她是有恃无恐 郭霜是欺负我 太爱她相信她 她感同身受 问了我一句 那你打算怎么办 离婚吗 我看着她坚定地说 离婚是一定要离的 但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可能会波及你 所以我想来问问你 要不要离婚 她犹豫不决没说话 咬着嘴唇考虑了十多分钟后 似乎做了什么决定 我离 你要怎么做我配合你 我不相信她 只是告诉她 不用 你只要离婚了就行 你也不想一辈子活在郭霜的阴影下吧 每次聚会一起吃饭的时候 她看向郭霜的眼里始终带着嫉妒和羡慕 但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两个已经暗度成仓了 我这句话成功地刺激到她 她坚定地说 我会离婚 你等我消息 然后看你表现了 别让她太好过 说完她起身就走了 因为离婚有冷静期一个月 过了一个多月 她才给我确定消息说 已经离了 但我心里没有波动 其实她离不离 对我没啥影响 反正我提醒过她 她要是不离还告诉杨辉敏了 那后果她自负 杨辉敏离婚瞒着我 没有跟我说 我就假装不知道 还把她叫到我办公室 给她一个订单 说我要订购一台 MRI核磁共振 这台设备价格在900多万 我大概知道她的身家 加起来最多也就500多万 我先让她订好 到时候拉到医院再付款 因为合作这么久 她一点也不怀疑 直接硬了 中间利润可以赚100多万 值得她去赌一赌 她把自己的钱 垫进去了不够 还去跟银行贷款 才凑齐这个钱 以为又一单生意谈成 加上离婚 她很快跟郭霜小号报喜了 宝贝 那个兄婆娘终于放过 跟我离婚了 而且你家那个蠢货 还给我一个大订单 可以赚100多万 到时候你也离婚 我娶你好不好 可是郭霜没有马上答应她 而是说 现在离婚太亏了 我想办法向她多要点钱再离吧 杨徽民马上夸她 宝贝 你真聪明 我冷冷地看完 然后非常冷静地一一拍照 这时候 王沛宇也查出财务的问题了 近两年 郭霜都在做假账 账面上少了80万 除了我知道 她买房的那30万 还有50万不知所踪 王沛宇问我要不要报警 我拒绝了 说只要把证据给我就行 手里捏着她私吞钱 和出轨的证据 我不由地想笑 自己的枕边人 竟是如此不堪 越发显得自己的愚不可及 我找了个和郭霜去娘家的时候 前一刻才刚和她家人吃完饭 后一刻 我把离婚协议扔到她面前 我们离婚吧 他们全家人都傻了 郭霜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质问我 小肖 你什么意思 郭霜还在看离婚协议 郭母也一脸不解地看着我 郭姜可能意识到了什么 没说话 我淡淡地说 问你的好女儿吧 不仅出轨让我养别人儿子 还挪用私通我医院的钱 我没有把事情闹大 让大家丢了面子 已经够讲情面了 他们脸色全都变了 犹如调色盘一样精彩 郭霜扫完离婚协议 气氛地站了起来 怒气冲冲说 我不但没有一分钱 连房子车子都没有 还要我赔五十万 我一摊手 对呀 连你们那套小公寓的钱 你也要吐出来给我 她怒气冲天 你凭什么 我们婚后财产那么多 我笑了 是啊 可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是过错方啊 你微信小号的聊天记录 你们一起拉手亲吻的照片 肖宇的亲子监定报告 你做假账挪钱的证据 我全部都有 哪一条都足以让你一无所有 她的脸终于裂开了 再也不是当初 那个名艳动人的笑话了 不敢置信地问我 你都知道了 现在才问我这个 我都气笑了 我看了一眼郭江 这还得多谢我前小舅子 不然我还不知道 要做多久的窝囊费呢 他们眼神刷地看向了郭江 郭江顿时吓得一哆嗦 支支吾吾地说 不不不 不是我 他乱说的 我吃笑 如果不是你酒后誓言 报复我没给你钱 跟你那些狐朋狗友 回我名声 我也不会知道啊 郭父这下终于明白过来了 气得冲过去 直接一脚踹在郭江腰上 傻子傻子 都被你气死了 现在你姐的婚姻没了 你的房子也没着落了 郭母也生气地看着 在看向我的眼神里 充满怨恨 这家未不熟的白眼狼 等郭江被打得差不多了 郭霜冷静地喊了一句 好了 别打了 他要离婚就离 反正灰民也离婚了 还有钱 跟他结婚也好 你们不是也喜欢他吗 哦 呼 原来还有这打算 难怪刚才这么冷静 只知道计较钱 我没有再多说话 而是让他把离婚协议 马上给我签了 他还在犹豫 毕竟这一签下去 非但没有一分钱 还道歉我八十万 我出声提醒 再不签我就报警了 你想进去吗 这么漂亮的女人 进去可不好了 他吓得连忙签下了 自己的大名 然后咬牙切齿地说 你别得意 等杨辉敏娶我的时候 你就等着后悔吧 我收起离婚协议 笑了笑说 可以啊 记得给我发情帖 记得让他给你 那个窝囊费弟弟买房吧 说完我就扬长而去 以为跟我离婚 就能和杨辉敏过上 幸福的日子 做梦吧 郭霜母子的东西 我让人连夜收拾搬走了 她本来想自己来收拾东西 我没让她再踏进 我家门半步 萧羽走的时候 还带着哭腔叫我爸爸 当时心里一酸 毕竟戴了两年 不是没感情 但可惜了 她不是我亲生的 我没办法抚养她 因为一看到她 我就会想到 自己全身绿地发光 郭霜牵着她走的时候 还倔强地说了一句 儿子 别叫她爸爸 你有爸爸 以后你不姓肖 你姓杨 我和和冷笑 希望你说得对 过了几天 杨辉敏还是硬着头皮找上我 亮哥 我对不起你 我错了 我破坏了你的家庭 请你原谅我 我那时真的太爱 郭霜了没办法 你原谅我 我没有理她 就冷冷地 看着她灰败的脸 我就是故意此时 跟郭霜离婚 她肯定也知道消息了 可是她的那台设备 还没交付给我 钱还没拿到呢 那台设备 不是哪个医院都随便要的 她只能硬着头皮来求我 而我也丝毫不慌 因为我跟她的交易 只是口头说了一下 并没有真凭实据 她连报警都不行 见我没有搭话 她又继续说 亮哥 你打我一顿 骂我一顿都行 就是求求你别不理我 设备已经准备好了 我随时都可以拉过来 我笑了 笑了很久 在她慌乱的眼神中 我才慢悠悠地说了一句 设备我不要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滚吧 她着急死了 只差原地打转了 别啊哥 这设备把我全部身家都掏空了 还道歉三百多万啊哥 我知道我错了 让我跪在你面前求你 我都愿意 我挑眉看向她 那你跪吧 她真的扑通一声 就跪在我面前 不断给自己删耳光 一遍打一遍说 是我贱 是我忍不住诱惑 是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亮哥 我录了她这个视频 转手就发给了锅霜 然后把她拉黑了 她打了自己好一会儿 脸颊通红抬头问我 亮哥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让我把设备拉过来了吗 我收起手机 笑了 笑得很大声 你聋了吗 我说设备我不要了 她愣住了 等反应过来后 气得直接跳了起来 怒骂我 你什么意思 我跪也跪了 你现在才跟我说不要了 我耍赖 但我没答应说 你跪了我就要啊 你绿了我这么久 你跪一下怎么了 很过分吗 她气炸了 挥拳想打我 我拿起对讲机 保安进来一趟 我办公室有个疯子 想打我 把她拉走 杨辉敏的拳头还没落下来 就被保安抓住了 她气得破口大骂 销量你这个王八蛋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开医院的 信不信我搞死你 我凑到她眼前 说了一句 你可以试试看呢 事实证明 她根本没这个机会 她还没来得及对我做什么 就被关丽丽的两个哥哥 找人拉到小黑巷子里 痛打了一顿 等送过来的时候 不但命根子保不住了 还弄了个半身不随 她被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 我本想拒收 但转念一想我留下了她 过了两天 郭霜和她父母来看她 发现她自身废了不说 还欠了那么多钱 说什么也不让郭霜嫁给她了 郭霜也没有大吵大闹 而是冷静地听从了她父母的安排 我想她应该也是怕了 怕残废的杨辉敏拖累她一辈子不说 还一直活在负债累累中 我在门口看到这一幕 不得不感叹人性这东西 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 你放的屁都是香的 当你失去一切 人家立马转身走人 丝毫没有感情 杨辉敏还躺在病床上 看着郭霜这样子 气得响起来 结果起不来 又摔了回去 毫不狼狈 郭霜一家看了以后 更加嫌弃了 立马找了借口走人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看到我 郭霜眼眶瞬间红了 楚楚可怜地看着我说 萧亮 我知道错了 我还能跟你在一起吗 她父母也应和道 对呀 小萧 我女儿真的知道错了 以后一定好好对你 我冷笑一声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见到你们就恶心 以后看病 也不要来我医院了 去别的地方吧 谢谢 他们脸色一变 跟猪肝一样 你 我挑眉 现在就给我滚吧 郭霜气得转身就跑 她父母也跟着后面走了 我走到杨辉敏的病床旁 冷漠无情地说 我已经让人通知你家人来 出院吧 她刚刚的气还没过 现在又被我下烛刻令 顿时又气得响起身 结果又摔回去了 怒气冲天骂我 你还是不是人 我都还没好 你就想赶我 我抬了抬眼皮 你身无分文 欠了一屁股债 就你还是我可怜你 哦不是 是我想看戏才救你的 现在戏看完了 也看到你的狼狈了 你可以走了 然后我转身就走 全然不顾 她在身后如何地抓狂 下午她的家人 来把她接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 我听朋友说 杨辉敏整日摊在床上 要人照顾 她家人疲惫不堪 后面对她 也没有好脸色了 连护理都不用心 经常浑身发臭 后背长疮 可怜得要死 而郭霜被她父母 介绍了一个 有点小钱的老男人 带着儿子嫁了过去 带着儿子的女人 不好嫁是真的 听说那个老男人 对她不好 非打即骂 还不怎么给家用 关键是还经常出轨 郭霜天天地抹眼泪 她现在才知道 当初嫁给我是多么幸福 可惜了 她一手好牌 被她自己打得稀巴烂 朋友们都唏嘘 可我却没什么感觉了 毕竟 每个成年人 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我却没什么感觉了 我却没什么感觉了 我却没什么感觉了